大家好,我是護理師于萱 那接續前面的兩個主題 瘦精卵的誕生、著床與驗孕 我們今天要繼續往下講到很多媽媽都很關心的部分 也就是胚胎發育這個部分喔 那我們要來講這個主題的第三個部分就是胎兒發育 胎兒發育,對,這個題目很廣 但是不用擔心,我沒有講得很艱深 我挑了一些重點出來講 希望大家會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先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在第二個部分當中我們有講過說 其實對於胚胎,胎兒要怎麼定義 胚胎學上其實是有一個比較隱蔽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 瘦精卵形成之後的前兩週呢 我們會把這個叫瘦精卵 或者是看你是幾個細胞,就叫什麼幾個細胞期 或者是所謂的胚胎早期 然後接著從第三週到第八週 我們才會正式稱呼它為胚胎 然後從第九週到出生 我們就會稱呼它為胎兒 所以所謂的baby跟寶寶 這種都是比較通俗的說法 對於醫師來講 我們其實比較習慣的還是用胚胎跟胎兒這兩個名字 那這是一個在我們看胚胎發育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格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沒關係 我來教大家看齊的重點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最上面的是 第一行就是寫各個時期 然後第二行灰色的部分就是寫各個胚胎,各個週數 就是有前兩週嘛 然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以及到後面的十二、十六、二十三、六、三十八 比較實心的色塊的地方呢 就是指重大的結構異常比較容易出現的週數 所以如果在這個週數下 你接觸到了一些比較高劑量的製機胎的物質 那其實就是比較容易對小孩子發生影響 那比較有用虛線標示的色塊 它指的就是一些比較小的結構異常 還有一些功能上的異常比較可能會出現的週數 那我們以藍色的色塊來舉例好了 藍色的色塊它指的是腦部跟脊髓的發育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其實腦部跟脊髓最主要時心的色塊 就是重大結構異常它會發生在什麼週數 其實就是胚胎的第三週 然後以及到後面進入到胎兒期的這十六週 就是三到十六週這段時間之內 其實都比較相對比較容易受到一些外來物的影響 但是也不是過了十六週之後就沒問題喔 因為其實腦部的發育它會一直延續到出生 以及出生之後 所以你看後面虛線的色塊 二十週之後到逐月出生 其實這些在這段時間之內 接觸到一些可能例如感染 或者是出血 一些外來因素的影響 其實也是會對小孩子的腦部跟緊髓造成影響的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看下一個解讀方法 我們先看前面大家有發現 綠色線線框起來的表格的地方沒有任何色塊嗎 對這個地方沒有色塊 這個是發生在胚胎的前兩週 就是受精卵剛形成之後的未來的兩週內 這個時候其實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器官開始形成 因為這個週數下受精卵正忙著有絲分裂 也細胞分裂製造出一個細胞製造出更多更多細胞 那在這個週數之下 很特別的我們會走一個全有全無的一個路線 什麼叫全有全無 全有全無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最初期的胚胎 它在這個前兩週的週數之下 它接受到了高劑量的 例如輻射好了 或者是致肌胎的藥物 那如果說這個劑量高到會對這個胚胎造成影響 那基本上它就會走全無 就是這個媽媽基本上不會懷孕成功 有可能你會 也許有機會驗到懷孕 但是總之這一定會是一個失敗的懷孕 然後如果說在這個週數之下 你順利的度過了 然後這個高劑量的製肌胎物 或者是輻射對這個胚胎沒有造成影響 那基本上這個懷孕就會繼續下去 到下一個階段 大家先看一下這個食心的色塊 比較集中出現在什麼週數 那表格框起來囉 就是其實你看 不管是什麼結構 最前面最上面的是腦部 然後接下來是心臟四肢什麼的其他結構 其實大部分的食心的色塊 也就是重大結構異常發生 比較可能出現的週數 就是在培胎的第三週到第八週 所以這段時間非常的重要 三到八週這是器官形成的重要時期 所以請媽媽驗到懷孕之後的未來兩個月 也就是所謂的前三個月不能說的這段時間 請大家盡量簡單生活 比較健康簡單的飲食 這樣子 其實盡量不要接觸到一些 一些可能對胚胎發育有害的物質 因為這段時間是特別重要的 然後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應該就是例如像腦部 你看前面有講過 其實腦部它會一路的持續發展到深 在這段期間之內接觸到感染什麼 都有可能會對腦部受成影響 那大家看一下第二行 那個心臟橘紅色的部分就是心臟 心臟的大血管構造 它其實在胚胎的八週之前 大體上已經發育完成了 所以說像我們診所有做早期胎檢 我相信別的地方也有做啦 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要鼓勵大家 早一點來做胎兒的檢查 就是因為其實你看 心臟在胚胎八週之前 大血管的行程就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那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有機會 在22週之前就診斷心臟異常 那所以那如果你越早診斷一些異常 其實就是越來幫爸爸媽媽 能不能多爭取一些時間來思考 要繼續懷孕呢 還是說我要接著要諮詢什麼 要做什麼檢查 就是大家準備迎接一個 有問題的孩子的一個準備的時間 會變得比較充裕 所以胎兒醫學的醫師 其實就會比較注重早期胎檢 以及在懷孕的早期增加胎檢頻率 因為這是有助於早期診斷結構上的異常 像我覺得我們的目標 從來就不是在於22週到24週之間 診斷出結構異常 而是我們會希望盡我們的能力 在更早的週數 就診斷出一個可能有異常的小孩 因為這樣子可以為各位爸爸媽媽 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思考 下一步要該怎麼做 然後其他的部分 就大家稍微參考一下就好了 就是這個要講胚胎發育 這是一個大學問 那當然我們希望所有的孩子們都很健康 然後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還有像最下面那個外生紙器的部分 其實一些顯微的影響一直到 維持到出生前 它其實你看它那個色塊是一直延伸到逐月的 所以如果說像一些塑化劑之類的 可能會影響到胎兒發育的一些物質 也許大家可能懷孕期間也是盡量小心避免 請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